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5号 欢迎收看《环宇看世界》 我是田田 首先关注美国国内 美国众议院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 支持提高汽油税 以为基础设施支出提供资金 这为共和党和民主党 在有关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的资金来源的辩论中 一直回避的一项措施提供了支持 在周五公布的一份基础设施报告中 这个由58名议员组成的问题解决者核心小组提议 将汽油与柴油税与通胀高速公路建成成本 燃油经济标准挂钩 或者将三者联合起来 报告还列出了其他可能的费用增加 包括征收机动车行驶里程税 该税将从电动汽车中收取 自1993年以来 国会一直没有提高汽油税 目前的税率为每加轮18.4美分 虽然这个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 没有给出具体的融资水平 但他确实呼吁联邦政府 对铁路水利基础设施和宽带进行投资 他们提出放宽批准新项目的规定 以及鼓励增加私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 继续关注美国国内 参议院一群共和党人公布了5680亿美元基建计划的大纲 就总统拜登的2.3万亿美元基建计划 提出了共和党的替代方案 目前议员们正寻求就这一计划达成两党妥协 共和党公布的两页计划大纲 包括在5年内对道路、交通系统和宽带互联网的支出 但没有就如何支付该计划的费用提供具体细节 而这正是谈判的一个核心问题 共和党的提案要求对电动汽车收取使用费 并重新分配现有的联邦支出 但反对拜登对企业加税的提议 在该大纲规划的5680亿美元中 2,990亿美元将用于道路和桥梁 高于拜登政府计划中的1,150亿美元 共和党的计划还将拨款610亿美元 用于公共交通系统 200亿美元用于铁路 650亿美元用于宽带 但整体而言 共和党的提案规模远远小于拜登的提案 这可能限制该提案获得的民主党人支持 继续关注美国方面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经济正在强劲复苏 投资者周五纷纷重返股市 提振了美国的三大股指 本轮反弹为美国股市动荡的一周 画上了句号 在此期间 主要股指双向大幅波动 股市周一下跌 随后周中出现反弹 周四大幅下挫 因有报道称 美国总统拜登正考虑 对富人征收的资本利得税 提高将近一倍 这一消息立即导致股市下跌 似乎巩固了本周的巨大跌幅 然而周五公布的强劲经济数据 反而推动股市的大幅反弹 使三大股本本周跌幅缩窄 科技股尤其受到关注 苹果公司上涨2.38美元 收于134.32美元 涨幅1.8% Snap Inc上涨4.25美元 收于61.30美元 涨幅约7.5% Snapchat的开发商周四公布 第一财季收入较上年同期 增长66% 原因是在疫情期间 社交媒体的使用率仍然很高 继续关注经济方面 比特币周五一度跌破 5万美元的重要心理关口 这一数字资产 创下三月以来最差单周表现 因为交易员似乎无法摆脱 对美国富人投资者资本利得税率 可能上调的担忧 据CoinDesk的数据 周五美东时间下午5点 比特币收于50,619.83美元 盘中一度交易跌破4.8万美元 触及三月初的水平 Dangels Market Date Group的数据显示 比特币本周下跌18.3% 创下截至2023年3月13日 当周以来的最大一周跌幅 比特币从最近64,829美元的峰值 下跌了约21% 下跌20%符合普通接受的熊市定义 比特币上周末大幅下跌 尽管这种数字货币的波动性 意味着下跌超过10%并不罕见 对监管力度加大的担忧 是周日回落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关注疫情方面 辉瑞公司表示 已经在墨西哥和波兰 发现该公司与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合作开发的新冠疫苗的首批 以确认伪造品 这是犯罪分子利用全球疫苗 接种牟利的最新尝试 辉瑞对当局在多次调查中 查获的药瓶进行了测试 确认装有假疫苗 该公司表示 在墨西哥查获的药瓶上 还有假标签 而在波兰查获的药瓶内 一种物质可能是抗咒药物 在墨西哥一家诊所 大约80人收到了 约1000美元一剂的假疫苗 尽管他们似乎没有遭受身体上的伤害 波兰当局说 在一名男子的公寓里 查获了一批假疫苗 这批假疫苗尚未被拿去接种 这些发现是执法部门 与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 和强生公司等制药商 为阻止防止与新冠疫苗方面的 有关犯罪活动 所做的努力的最新成果 疫苗接种在全球的推广 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机会 欺诈那些毫无防范之心的人 继续关注新冠方面 一家全美非盈利组织预计 美国的新冠疫苗供应将在未来 两到四周内超过需求 目前各州卫生官员的工作 正从应对大量疫苗接种意愿 转为说服民众接种疫苗 在德州 奥斯丁地区的领袖 上周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 讨论如何加强推广接种新冠疫苗 因为当地有一万个接种名额未被预约 在加州 一个名为 洛杉矶新冠疫苗猎人的Facebook页面 宣布猎询疫苗的行动已结束 因为供应疫苗已充足 在阿拉巴马州的博明汉 郡卫生局局长周二告诉记者 他已经准备好 跪下来恳求居民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对接种新冠疫苗的热情 可能在五月中旬达到临界点 届时供应将超过需求 对于需有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疫苗 才能阻止新冠传播的估计各不相同 但许多卫生专家以70%到80%作为目标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与预防中心CDC 截至周四 美国52%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这一比例在各州从新汉布什尔州的72% 到密西西比州的39%等不等 我们继续关注疫苗方面 从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菲律宾到匈牙利 中国的新冠疫苗在全球数十个国家接种 但与欧美研发的一些竞品相比 中国的几款疫苗保护力较低 而中国正在和其他一些国家一道 考虑混合和匹配不同款的疫苗 并将其作为关键手段来克服疫苗普及过程中的常见挑战 包括供给不足 有效性不高 其严重副作用等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表示 官方正在探讨通过混合接种不同技术的新冠疫苗 来提高疫苗的有效性 综合南华早报、法新社等媒体报道 高福前天在成都举行的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官方正在考虑两种方案 以解决当前中国国产疫苗保护率不高的问题 一是优化接种程序 包括调整疫苗剂量、剂量间隔或增加接种剂量 二是混合使用不同技术的疫苗 我们继续关注下一条 据环球网报道 引发全美反种族歧视抗疫的弗洛伊德案宣判当天 据《野兽日报》报道 当地时间4月20日下午 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 一名15岁黑人少女遭警察枪击身亡 《野兽日报》报道称 当地警方表示 他们在街道报警说 有人企图行刺后赶往案发现场 根据释放后 当晚警方发布的随身摄像头录像 警方驱车赶到现场后 三名女孩似乎正在争吵 几秒钟后 其中一名参与争执的女孩 挥刀冲向另一名女孩时 一名警官立刻喊道 趴下趴下 然后枪声响了 报道根据视频描述时说 被枪击的女孩随即倒地 一个男人喊道 她只是个孩子 伙计 经家属确认遭枪击的是 15岁女孩 基亚布莱恩特 她随后被送往父警医院 但因伤势过重死亡 临时警察局长迈克尔·伍茨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警方正在审查 涉事警官事发时使用的 致命性武力的情况 虽然警方表示 他们是在接到有关刑刺的 报警电话后赶到现场 但死者布莱恩特的家属 则给出不同说法 称这名15岁的女孩 当时面对其他女性 是在试图自卫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 据中心网援引印度卫生部官网 24号公布的数据 印度确诊病例 伤至1661万0481例 过去24小时内 印度新增确诊病例 34万6786例 再创疫情以来新高 新增死亡病例2624例 累计死亡18万9544例 数据显示 这是印度连续第三天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万 同时也再次刷新 印度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最高新增记录 和全球单日单个国家 新增病例的最高记录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穿路... 香叮